美国军事网站战术报告 意外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大批的歼35战机将要装备埃及固兑 将与F-35战机正面角力吗 美国媒体放出这样的消息 可信度有多高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 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施教伟 美国军事网站战术报告 意外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做报道上说 不责埃及军队军备生产和采办的军事部门 即将和大陆的省飞飞机工业公司 达成一项合作协议 从中国购买一批FC-31战机 若这个消息证实的话 将代表FC-31 就是歼35的外贸型 将首次外销 而且数量可观 正式成为国际军贸市场上较为成熟的第二款古代机 美国媒体放出这样的消息 可信度有多高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评良心讲 如果说今天你一款战机还没有原型机出来 或者说原型机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了 或让大家看到这个飞机性能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数据 那你说这个飞机能够卖出去 目前在国际战机市场上来讲 基本上都是要看到有现货 而且甚至于现货要有一定的效能之后才有可能达成的 其实以埃及来说 虽然说它现在跟以色列的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么的紧张 但是它还是有下一代战机的这样的需求 埃及它现在有相当多的先进战机 但是如果面对具有第五代 也就是F-35战机的以色列来说的话 那的确埃及在这方面来说还是弱了点 所以当然这就成为这个消息可能产生的一个原因了 FC-31跟F-35有出现在亚非交界的比拼角力的可能性 那谁可能占上风 说真的我还是必须要说 FC-31这个飞机 至少你在未来大陆要能够采购 而且甚至要能够配备部队 不管你是自己的军用型或是外销型 要能够同步产出 这个时候再来谈外销 相对来说会比较实际一点 因为以歼35战机来说的话 如果未来大陆自己采用 那你说这个飞机会不会就一定不能外销 或者一定得外销 因为FC-31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定位 它算是歼20的一个支援战机 也就是逆宗战机里面的重型跟轻型战机的这样的差异 或者是主战战机或支援战机这样的差异 那未来大陆的歼35战机 如果一旦真的成为解放军的装备以后 会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像大陆的这个歼10战机 除了大陆自己采用之外 像巴基斯坦 甚至也有其他的国家 对歼10战机都保有高度的兴趣 那如果说大陆跟巴基斯坦 合作开发的这个骁龙战机 也在外销市场上逐渐打开了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也就是说歼35 大概大陆自己会采用 那还保留了FC-31这个出口型的话 我会觉得就有点类似像歼10自用型 跟歼10外销型的这样的意义 所以整体来说 你说它完全不存在 我倒也觉得不合常理 但是也很诚实的说 你今天这样一款战机 要真的能够谈论到能否出口 可能不是一两个外国网站 所能够揭露的 因为其他国家买家在买的时候 不会仅仅只有 你拿出来的账面上的数据 它会做非常深入的评估 然后就需求面 后勤普及面 以及各种方方面面 它都要去考虑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发生到 像比如说很多国家 你买了欧系战机之后 那可能美系战机 你要在买的时候 美方可能不太给你出售战机的可能性 现在埃及的武器配备 基本上是走西方化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 大陆它研发 不管说殲-10 或者说是殲-20 其实相当程度走向了西方的 造机的工艺跟水准 以及要研发的步骤 但是我还是讲 战机采购 往往金额相当庞大 这年头大概不太有人 会去对一个研发中的战机 除非你是一开始 就投入这个研发计划 那是另外一回事 像以大陆来说 殲-10的外销也是在大陆空军自己使用殲-10 有相当一段时间 外界对它的性能 有一定的认知跟了解以后 那这个时候外销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今天我们的两岸房屋评论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 为我们订阅、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